联合国前官员库伯熙日前表示 北约东扩以及企图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是导致俄乌冲突的深层原因 并指出这种行为对二战后确立的 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机制 造成了严重破坏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北约是一部战争机器 亚太各国不欢迎煽风点火 制造对抗的企图 北约应立即放弃穷兵独武的图谋 众所周知 北约是一部战争机器 北约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制造冲突 和发动战争的历史 冷战已经结束多年 北约本应退出历史舞台 却到处制造动荡 霍乱世界 北约以沦为美国推行霸权的工具 沦为美国发动战争的打手 赵立坚表示 北约在欧洲的不断扩张 已经酿成乌克兰危机 如今北约试图进一步突破地狱和界限 在亚太挑起集团对抗 这势必会给地区和全球安全带来巨大危险 北约越来越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系统性挑战 亚太各国 亚太各国欢迎共住和平 共谋发展 一起来成事的努力 不欢迎 煽风点火 制造对抗 一心强搞事的企图 北约应立即放弃穷兵独武的错误做法 放弃搞乱欧洲 搞乱亚太 搞乱世界的图谋 有点 谢谢大家